星期四涉嫌刑事毀壞的非華裔男人 被警員制服之後送院 第二天證實死亡 有片段見到那個男人曾經毀壞一架私家車 這個非華裔男人星期四下午 在尖沙咀用磚頭扔向一架行駛中的私家車 又不時大叫 他之後拿路上身躺在地上 警方說有軍裝人員接獲徒人求助 折停並搜查這個身上有酒氣的非華裔男人 但遭到激烈反抗 警方說警員使用適當武力將他制服 並在他身上搜出大約四顆懷疑海洛嬰 那個男人被捕但身體不舒服 紀元安排的護車將他送院 那個男人第二天下午證實死亡 據了解涉案的南亞裔男人身體有擦傷 沒有明顯骨折 救護員到場的時候發現他的心跳已經停止 沒有徵狀顯示有人曾經為他急救 要驗屍確定死因